恐怖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审判之剑是真的审判人的命运 要彻底终结人的性命 显然灵剑仙现在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一剑上 他没时间拖延了 必须速战速决 这一剑必须杀死叶臣 他才能吞噬叶臣的血脉 再去抗衡心魔 如果审判失败 他灵气耗尽 立刻就要被心魔吞噬 必死无疑 这是赌上他性命的一剑 在审判之剑的威严下 周围的心魔气息也被彻底地压制下去 暂时翻腾不起来 连心魔都可以压制 可想而知 这把审判之剑有多么的厉害 叶臣在审判之剑的笼罩下 浑身居然僵硬 动弹不得 仿佛契机被彻底锁定 没有脱身的余地 注定要遭受审判 末日审判 给我镇压 灵剑仙咆哮一声 不知有多少万把的审判之剑 从天际暴露而下 剑锋稍稍一动 立即贯穿千万重时空 无数世界的生灵 仿佛在天际嚎哭 要接受末日的审判 一切都要走向终结 叶臣震撼不已 没想到这审判之剑爆发的气象 居然如此庞大 简直是逆天 审判之剑降落下来 宫殿里的建筑 一座座亭台楼阁 假山假水全部崩塌 沦为了一片废墟 只有那灾难天剑的祭坛 还保持着完好 叶臣瞳孔收缩 即便他全身状态下 面对着末日审判的一剑 恐怕都要无比棘手 更别说现在这么虚弱了 刚刚和诅咒之王一战 叶臣消耗太巨大了 现在还没恢复 此刻面对审判之剑的杀伐 顿时陷入无比危险的境地 太巡前辈 助我一臂之力 叶臣心中抱贺 当此关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只能请求太巡镇皇的相助 小心 太巡镇皇也不废话 立即附身叶臣 将自身的灵气能量 全部灌注到叶臣体内 他很清楚 一旦叶臣被审判终结 那一切都要沦为泡影 轮回墓地是绝对保不住了 叶臣一得到太巡镇皇的能量贯注 消耗的灵气立即恢复 整个人如火山喷发 威势炸裂 经脉深处有一片片的神兮 一片片的霞光 不断地弥漫出来 玄仙子也借我力量 虽然玄寒玉一直没有出声 但叶臣知道 如此紧要关头 他必然会出手 刹那间 叶臣的气息更加恐怖了 什么 灵剑先看到这一幕顿时大惊失色 没想到 叶臣的气息会突然恢复 甚至爆发 比起之前还要厉害 审判若是天之审判 那我叶臣今日便以血月图天 或一切 叶臣目光如电 立即拔出落尘降龙剑 使出了至强一击 足足五轮血月 从天空升腾而起 叶臣手中的长剑 血光浮动 炸起璀璨的凶芒 在泰玄镇皇能量的灌注下 叶臣锋芒爆发到了极致 血月图天的一剑 宛如带着杀破世界的气息 狠狠朝着灵剑先的 审判之剑斩去 叶臣生怕不敌 又是一百万颗春龙丹 不要本钱似的挥洒出去 彻底燃烧 化作滚滚金色的丹药红流 汇聚入剑身内 八卦天丹术一引爆 所有丹药气息 炸成了一条条的荒谷天龙 仰天咆哮 这一招血月图天斩 顿时炸起了龙吟 五轮血月都有天龙环绕 非常之壮观 最终 灰红到极点的血月剑气 在漫天龙腾的咆哮下 狠狠和灵剑先的审判之剑 碰撞在一起 炸出了惊天气浪 朕的天地虚空 到处都是阴暴 灵剑先当场喷出一口血 在夜晨的一剑图天之下 那审判之剑直接爆裂溃碎 他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夜晨借用了太玄镇皇和玄寒玉的能量 在献祭百万颗纯龙丹 惊天一剑何等厉害 连灵剑先都抵挡不住 如果天才娘娘在这里 亲自释放审判之剑 那夜晨可能就死了 不过灵剑先的修为显然远远比不上天才娘娘 审判之剑的火候有限 终于被夜晨一剑击碎 小子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 尽快解救我的真身 玄机月转移阵地 可能有惊天阴谋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太玄镇皇的身躯 回到轮回墓地里去 发出一声苦笑 随后 他的身躯却在不断地淡化 最终彻底消散 前辈 夜晨大惊失色 失去了太玄镇皇的能量贯注 顿觉脑袋一阵晕眩 浑身脱离 差点栽倒 太玄镇皇今天 足足俯身了夜晨两次 一次是在天才娘娘的授点之上 一次是这里 现在虽然破掉了 灵剑仙的审判之剑 但太玄镇皇也耗尽了所有力量 现在彻底消散而去 小子 你不得好死 灵剑仙咬牙切齿 看到夜晨突然陷入虚弱 眼睛里露出凶光 挣扎着提剑走来 想要趁机解决夜晨 但是刚走没几步 灵剑仙却是浑身颤抖 一缕缕心魔雾气 仿佛毒蛇一般爬上了她的躯体 并沿着皮肤钻进脏腑 彻底杀伐她的心神 灵剑仙当场发出惨叫 直接遭到了心魔的入侵 眼神变得一片灰暗 直接跌倒在地 不断地咆哮嚎叫 似乎受到了什么巨大折磨 模样凄惨狼狈之极 那刀剑天星也掉落在地 夜晨心头意寒 连忙后退开去 显然 灵剑仙遭到了心魔入侵 已经快要失去理智 彻底被自己的心魔杀死 她的审判之剑 斩杀夜晨失败 现在再也没有能力 去抵挡心魔 离死也不远了 夜晨毛骨悚然 堂堂还真净七层天强者 一被心魔沾染 立即满地打滚哀嚎 毫无形象可言 可见这心魔杀法 有多么的恐怖了 幸好 夜晨无阻道心稳固 而且多次抗击过心魔 现在普通的心魔 她几乎是免疫了 不会受到冲击 但是夜晨望向 祭坛方向 目光却是凝重 她很清楚 如果自己靠近那祭坛 接触到灾难天剑上的 心魔诅咒本源 还是有被侵蚀的危险 连鸿蒙大星空 都不可能挡住 但灾难天剑就在眼前 要夜晨放弃又怎么可能 玄仙子 我该当如何 夜晨沉声询问 眼下太玄镇皇已经消逝 他只能询问着 玄寒玉的意见 想夺取灾难天剑 实在太危险 随时都可能被心魔侵蚀 玄寒玉看到眼前的局面 也感到无比棘手到 你试试六道轮回法 和短暂极限开启轮回血脉 应该能抵挡心魔 但事成之后 你至少要陷入虚弱 很长的时间 短则几天 多则一两个月 虚弱一两个月 夜晨目光一尘 六道轮回法和轮回血脉 全力一下爆发的话 的确可以抵挡心魔一瞬 但代价太大了 要虚弱如此长的时间 天知道这段时间 会发生什么意外 就算拔出了灾难天剑 这段时间 恐怕也很难保住 毕竟天三娘娘那边 不可能这么轻易地 就随便让夜晨 安稳拿到这把剑 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就拿不到灾难天剑 空手而回更是不行 夜晨顿觉无比棘手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周围只有风声 还有烟雾翻腾的声音 以及灵剑线的垂死哀嚎 夜晨沉默着 反复地思索权衡 但始终拿不定主意 他不是什么 优柔寡断之人 但眼前的局面 实在太难抉择了 如果耗尽全力 强行拔出灾难天剑 接下来要陷入虚弱 非常危险 但不拔剑 更是万万不能 轮回之主 岂是我们可以合作 就在夜晨两难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淡然亘古淡然地稳重 在他耳边响起 是帝氏天的声音 帝氏天 夜晨听到这声音 顿时头皮发麻 浑身寒毛倒树 寻生看剧 只见灵剑仙的身躯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此刻的灵剑仙 因为被心魔折磨 脸庞五官 浑身皮肤 都被自己的指甲 抓破撕裂 模样非常恐怖 仿佛一头厉鬼 好久不见 轮回之主 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灵剑仙嘴角扯动 五官扭曲之下 露出一个无比诡异的笑容 而他的声音 居然是地势天的声音 这一刻 灵剑仙仿佛被地势天附体 遥远在万劫深渊的地势天 意志仿佛贯穿了万种时空 降临在了这里 地势天 你 叶晨无比惊骇 连连后退 仿佛看到世界上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刚刚踏入剑斧宫殿的时候 叶晨就有一种预感 仿佛预知到了未来 看到地势天降临 现在地势天的声音 就在自己的耳畔 他还是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不过叶晨武道心境稳重 很快恢复了冷静 迅速想明白过来 显然这是心魔神通的妙法 天地万界 凡是被心魔控制的傀儡 都可以和地势天沟通 这个灵剑仙 已经被心魔洗掉了神魂 遥远的地势天 感应到了这具傀儡的气息 甚至间接捕捉到了夜晨 和灾难天剑的因果 立即降临下来 当然 地势天降临的 只有一丝浅薄的意志 翻不起什么波浪 现在就算是一个普通人 拿着一把刀走上去 都可以杀死灵剑仙 从而让地势天的意志 失去依托 地势天的心魔修为 还没练到巅峰境界 降临下来的意志 还没有战斗力 不能战斗 夜晨也察觉到这一点 紧绷的精神 稍稍放松下来